這回真的是抗漲大作戰 才剛過完農曆年 消費者馬上面臨物價上漲的壓力 對物價一向非常敏感的量販業者 包括了像是家樂福 大潤發還有愛買等等 三大量販店反其道而行 這回他們立刻鎖定 漲價的名聲必須癖 今天開始推出抗漲促銷 折扣比照過年五折起 像是家樂福今天就開始鎖定 將近百支的泡麵 食用油還有飲料等等促銷價格 通通比照過年的檔期 大潤發也將在下個禮拜三 開始推出自由的品牌商品 全面大降價 包括像是麵粉啦 糖啦 米啦 雞蛋 衛生紙等等名聲用品 而愛買在年後 同樣針對泡麵 食用油進行促銷 業者表示說 未來是這個物價波動的狀況 會不定期持續機動性的加碼來促銷